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4月11日晚,Vivo首款折叠屏手机Vivo X Fold终于正式发布 与其同步亮相的还有7寸大屏新机Vivo X Note以及Vivo Pi的平板 看完两款旗舰手机的介绍,粗略感受是大而全 这与官方宣传与集大成差不多 不过随着进一步的了解,又发现大而全其实是相对的 这背后也有一些妥协 至于是否是你在意的细节,诗乱还是无所谓 不妨继续往下看 等产品的人应该会知道,大而全的产品其实并不难做 想想这些年屡试不爽的千元水桶机 不是这有那也有了吗? 然而往往这种堆掉的机型容易有意通病,肥怕 其次,千元水桶机看似很香 但稍微懂一点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 肯定会在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地方缩水 Vivo X Fold虽然是定价近满元的旗舰机 但仍然也存在上述良下,大而全产品难以规避的不足 首先是体型,Vivo X Fold外屏达到6.53英寸 已经是许多主流手机的主屏尺寸了 这意味着手机展开后肯定会的 折叠屏展开后,其内屏尺寸为8.03英寸 大家别看内外屏差距仅有1.5英寸 但实际上这差距是屏幕对角线的长度 以面积来算的话其实大了许多 在此大家不妨再想想,经典的苹果iPad mini 第一代到第五代都是7.9英寸的屏幕而已 再以Vivo X70为参考 且主屏6.56英寸,挤身宽度73.21毫米 而Vivo X Fold展开后,宽度达到144.87毫米 面积将近能容纳下两台Vivo X70了 意味着真的就是一款小平板拿在手了 出于堆料的需求,Vivo X Fold重量达到约311克 讲紧是两台iPhone 12的重量了 相比最近三代的iPad mini都要重 顺便再对比友商的几款折叠屏 荣耀Magic V内屏7.9英寸,重量293克 三星Galaxy Z Fold3内屏7.6英寸,重量271克 华为 Mate X2内屏8英寸,重量295克 Oppo Find N内屏7.1英寸,重量275克 目前市场在售的内折叠屏机型中 也就小米Max Fold会比Vivo X Fold更重了 但这两款重量级折叠屏机型的口碑懂得都懂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体型发福的Vivo X Fold 较为遗憾的是并没有配上更大容量电池 与同为使用骁龙8芯片的荣耀Magic V相比 其4600毫安时的电池还小了150毫安时 而上面提到的几款有商产品 电池容量最小的其实也有4400毫安时 小米Max Fold则高达5050毫安时 或许50瓦无线充电算是一个安慰 但可能不少消费者宁愿电池容量能够多多一闪 耐人寻味的是追求大而全的X Fold与X Note 这次还把iPhone特色的静音键搬了过来 号称一键全局静音 不过这也要Ult才能实现 这项绝大多数安卓厂商不屑的设计 存在放裤带时磨蹭或其他原因导致误操作 不想静音时反而被静音 因而错过来电信息 用过iPhone或者一家手机的朋友 相信大部分都有过类似尴尬 最近有消息称 以家的心机也要开始抛弃静音键的设计了 诚然静音键是方便 但按住音量键往往就能做到的事情 非又再弄一个按键还可能误操作 不是画蛇添足 接下来说说影像 Vivo X Fold带来了折叠屏玩家 期待已久的前望式长焦镜头 终于在远舍能力方面 对得起折叠屏旗舰高高在上的价格 然而仔细看参数发现 这又是一枚让人意犹未尽的前望式镜头 仅有800万像素 画质及夜拍表现 各位就别有高的期待了 另外可能是受限于器舰堆叠的限制 Vivo X Fold并没有搭载蓝厂特色的微云台防抖 主摄也换成了低小一些的三星GN5 这枚传弹器优化调试的水准 未必比得上常熟的索尼IMX766 整体来看 Vivo X Fold的影像优势 大概也就蔡司T-Asterisk杜膜的防眩光和超长焦而已 护城河并不牢固 定价5999元 起得Vivo X Note 其实定位也有些尴尬 要说是商务机 别家的大屏机包装一下也可以很商务 价格上看 如果以去年X70 Pro家的定价 5999元起对比的话 X Note定位是更高一些的 不过若从屏幕 影像两大块进行细致比较的话 又未能取得全面的超越 影像方面也是悄悄摘掉了微云台 前置镜头有所缩水 目前来看 Vivo X Fold公布的售价还是比较厚道的 官方微博称该机线上全渠道预售一分钟售价 就在蓝厂的旗舰产品中实属罕见 不过也有网友发图透露 Vivo这款机型会走空或溢价策略 及收窄上轨渠道 维持货源紧俏 形成溢价效应 目前无法判断图片的真实性 也不清楚X Fold瞬间受请 背后有多少水分和黄柳干预 其实溢价几百元的话还可以接受 多了就不建议了 价格去到三星华为的趋金 Vivo的品牌溢价能力 还有不少差距 举席最快本月底小米和华为的 新一代折叠屏旗舰就要有动静了 下半年还有三星发力 Vivo X Fold是否会昙花一现 我们就交给市场去验证吧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